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我是汪哥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你餓了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我可以給我開箱禮物 今天我要來開箱呢 我在淘寶買的東西 非常多 那有可能是好物 也有可能是雷物 那像我個人呢 是非常喜歡吃東西 然後我們背景這種食物暴震呢 很常被問爆說去哪裡買 那基本上呢 大家都知道 台灣很多賣家的東西 都是從淘寶買過來的 那買過來之後呢 價格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如果要買便宜呢 就是要自己去淘寶買 就是如果你要買 終究是要買到這些商品 不如買便宜一點 對 但我只能說這是一個坑 因為你會覺得價格很便宜 就不小心越買越多東西 因為像我原本只是要買某些東西而已 不小心又看到其他的 就一直買一直買 但也有可能會踩雷啦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來看 我們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 我身邊呢 有超多是淘寶的老手 但我相信呢 很多人也是新手小賣 不太懂吉運的流程 那我這邊呢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流程 只要按照步驟呢 你就能輕鬆購物了 那我今天呢 要分享的是Duck吉運 它呢除了你在買淘寶啊 京東或拼多多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我覺得這個吉運的優點呢 它是可以免費幫你拆包 可以減少戶物的重量 還有運費 也會提供戶物的照片 跟秤重的照片 讓你在出貨前呢 就先核對 比較不會有糾紛的問題 而且他們大部分的專線呢 都是續重用0.1公斤計算 不會像有的呢 是直接用公斤幫你進胃了 另外呢 他們也有敏感戶物專線 像是食品啊 化妝品 或一些電子產品之類的 還有他們貨物標明的價格呢 就是包稅的 不會再另外幫你分開收 也不會再另外收關稅 就是繳一次錢呢 就可以收到包裹了 首先呢 你必須要微信 打開微信 掃描影片的QR Code 這個手單呢 是可以打九折的 在轉運中心的部分呢 顯示收貨地址 按一鍵複製 接下來呢 打開你的淘寶 把它貼在你的收貨地址上面 你就可以開始 買買買 其實講得很複雜 但其實處理起來 過程其實蠻簡單的 並沒有那麼複雜 對 其實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字 你就知道 喔 原來是這樣 接著呢 你買完東西 賣家就會開始發貨 就會有一個快遞編號 記得是快遞編號 不是訂單編號喔 接下來呢 你就打開你的微信小程序的 Lock集運 就可以開始添加國內訂單了 就可以通通把它 集中到你的倉庫去 那通常這邊呢 我會自己手動輸入 輸入快遞編號啊 品名還有商品的價值 因為這樣我覺得 比較不會漏掉 接下來包裹 如果到了集運倉庫呢 它就會顯示通知 你點進去看呢 它還會有圖片 你可以自己核對 我覺得這一點蠻貼心的 而且不管你集運買多少 它統統都是包稅的 就沒有另外的稅要加 對 它上面顯示的價錢 就是已經包稅了 然後呢 你這次買的包裹 全部都到集貨倉庫之後呢 你就可以點擊創建訂單 然後就可以輸入你的收件地址 另外可以選擇你的路線 這裡呢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服務 就是免費拆包服務 因為我會同時買很多家 它就會幫我拆掉 多餘的快遞包裝 嗯 然後就併在同一個包裹裡面 這樣可以減輕重量跟運費 然後我們也不用 吸了很多紙箱 對 然後它還會拍照 跟秤重的照片給你 比較不會有公斤數上的糾紛 很精確這樣子 對 通常我的經驗呢 它們大概拆包一天之內就會完成 就會跳出通知 然後你可以確認一下圖片 沒問題呢就可以去付款了 付款方式呢也非常的多元 有像微信付款啊 支付寶 或者是淘寶下單 都是可以付款的 另外呢 如果你是新手 有一些問題呢 它們也有真人客服 因為我有使用過 然後分享一下呢 其實我在買的過程中 曾經遇到一個 它顯示就是被 集貨倉庫拒收 我想說通常集貨倉庫 不可能拒收任何包裹 結果後來調查的原因是 那個包裹是一個空包 賣家寄出去 不知道在哪個環節 被A走了 對 然後它就是剩一個包裝而已 裡面是空的東西 所以我就有辦法 馬上跟賣家聯繫說 A這個包裹是有問題的 然後他們也有拍照 它是一個空包 所以賣家就說 看我是要退款 還是他們再補發一個 不然我就請他們再補發一個 好了 按照上面的步驟呢 大家就可以安心購物了 那我們趕快來開箱 今天到底買了什麼 超期待 好我們先一一來開箱 其實我這次就買了一些 貓咪用品 然後一些 仿真的東西 背面也有受服就對了 對 然後這次呢 我有準備一些小禮物 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後面呢 我會跟大家說抽獎方式是什麼 然後首先這個是毛毯 這個是 披薩的盤子 有沒有很適合吃貨的一個盤子 什麼是風哥 我剛意外發現我買了好幾件 這個是一個白菜 大白菜 對 這一片葉子 這個也很可愛 很適合風哥蓋耶 你要不要蓋一下 真的大小剛剛好耶 好可愛喔 另外呢我還買這件是 一個荷包蛋 荷包蛋 對 這樣看不太出來啊 我只看得到蛋黃 很可愛 然後我這次其實有買一個超重的東西 這是一個仙人獎的貓抓板 仙人獎的貓抓板 這個比較重 因為它組裝滿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菜牌超可愛 喔這麼快喔 就這樣跟你講 它是一個仙人獎的那個貓抓板 質感還不錯耶 它其實摸起來非常的厚實耶 我還給你看我們家貓咪層上面 然後我幫你讓我買的價格 就是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大家可以比價一下 然後我買一個很適合我的手即可 這是一個吐司 它裝起來就是變這樣 它滿可愛的 喂 喂 好適合你喔 是不是 就是吃貨必備的 嗯 喂 另外呢 我有買一些青紙妝 因為風格現在比較大了 我想說我們家可以添購新的青紙妝 我小時候呢 其實有買一個電磁的青紙妝 然後它是包屁印 這是我幫他買的這個是 喂 電磁 喂媽媽 它這件摸起來質感還不錯耶 這個是爸爸的 看你很像耶 之前也這麼一件 怎麼是黃色 媽媽是完全需要充電的 對媽媽是這一件 我們去換一下 我覺得滿可愛的耶 大小也還滿合適的 這是我們第二套的青紙妝 是披薩 像我的披薩呢 是少一片 爸爸的也是少一片 我的少一片 瘋哥的是 一片披薩 欸 我覺得它也很可愛耶 接下來呢 這一箱更大 我們要進行第二箱的開箱 它真的包得滿好的 哇 哇 然後如果像你買一些東西 比較怕敲刀或易碎或怕變形 它也可以加工木板 幫它做個固定 這次呢 其實我在上面幫瘋哥買了 沒想多套 衣補 掉出來了 掉出來了 衣補我就不一一開箱了 我不用啦 我不用啦 然後呢 抱枕 又多了一個了 食物抱枕再多了一個 仿蒸烤玉米 是不是很可愛 很像 給我玉米 玉米給我 玉米給我 哇 我的手腕好多呀 好大 然後還有一個 花朵的抱枕 因為我覺得這跟我們家的風格滿像的 就是這樣舒舒服服的感覺 我愛花 妳什麼都愛 我愛文化 我愛文化 這個其實是一個小玩具 因為 你在買淘寶 你結完帳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一個 要不要順便帶 然後那個價格就很便宜 我常常都被那個燒到 你知道嗎 就莫名其妙又想乾淨 原價的四分之一之類的 對對對 就是它會變比較便宜 每個東西不一樣 那剛好跳出那個東西呢 有時候都會跳出一些小玩具 或什麼貼紙書 我就順便買給風格 嗯 我喜歡這個 這個也送我 好送你送你 但是幫我打開 它等一下會解壓說 這什麼一條蛇嗎 喔 這是香腸 很可愛吧 香腸 這樣這個是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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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 愛吃雞腿 我不愛吃雞腿 蔥燒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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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吃蔥燒魚 妳仿真的加工越來越多了耶 對 本來是很基本的烤雞腿 現在還會撒什麼東西 對 然後 我還買這個是 我們家貓咪的 因為它都會躲在那個跳台上面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是 可以讓它躺在裡面 所以背面也收費不少 對 然後 我覺得我買這個超可愛的 我以為是真的耶 它做的真的超可愛的 這是羊魚片 然後這是三角玉米片 到時候也會一起給大家抽獎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換了換了換了 哇 100 跳 這是小火車 小火車 鬼道小火車 這個也是 跳出來說 要不要一起帶走的 我想要玩 風哥也收費不少 就會獲得很多小玩具 因為我想說反正到集運了 就一起把它寄到倉庫 好了 這是我近期購買的淘寶戰利品 也是我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淘寶的購物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想要看我更多淘寶的分享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另外呢 我們這次影片呢 在YouTube平台還有粉專都有抽獎喔 記得詳細看我們的抽獎辦法 然後如果對於我今天購買商品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詢問我購買的淘寶 那大家呢 最好也是可以自己先比價一下啦 那我們今天看一下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 按訂閱還有開鈴鐺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它沒有空了耶 太忙了 有玩到沒有空了對不對 掰掰 掰掰 掰掰